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事与他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但谁也想不到 通过沿街走访 内务部竟然查了出来 那名少年在进入庆庙之前先来了监察院 调查的最后查出了王启年 因为范贤进入监察院之后 有很多监察官员证明 范贤拉着王启年说了很多的话 而王启年也因为帮助范贤保密费借的学生 就被随便地寻了个由头赶了出去 因为曾经在监察院工作的原因 他去寻别的工作 人家不敢用它 而像一般的商铺更是不会请他 他也不会用算盘 只会用刑具 更不会做买卖 只会查案 在这种情况之下 范贤派穆帖找到了他 等穆帖把他带到范贤面前之后 王启年看见范贤的提斯腰牌 大喜过望 觉得自己做对了 还鼓足勇气将监察院内部调查的事情说了 也将庆妙的事情说了 刻意在隐瞒范贤身份上多说了几句 以表露自己的先进之明和提前产生的忠心 范贤微笑地望着王启年 这个官员年纪有些大了 家中有妻有子 正好符合范贤的要求 他没有统育下属的经验 所以这一切都要在过程中学习 所以他愿意成为自己的第一个亲信 是一个偶尔认识的 而且野心不会太大的人 范贤表示了歉意 问他自己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王启年表示 提斯是院里的第二大官 当然可以帮他复职 范贤问王启年擅长什么 他答 跟踪 引迹 王启年一提到自己的专项 整个人的精神就变得振奋起来 侃侃而谈 听了半天 范贤才知道原来自己是碰上奇人了 这位王启年少年时是庆国北部的一个独行贼 最喜欢在当年北魏与庆国间那十几个小祝侯国之间流来窜去 将在甲国偷弃的货物贩卖到乙国 却又将乙国偷盗的东西卖到了丙国 因为从来不肯吐露赃物的原始来源 加上天生擅长隐匿行迹 所以倒是很安全地做了几年五本生意 直到后来 这些小祝侯国的官差恨极了 联手起来四处围堵 他实在是无法施展手段 才被迫进入庆国 不料 一进庆国却撞到了当时正在 随皇帝筹划北伐事宜的监察院院长陈平平束手就擒 从此变贼为官 一直到了今日 二 知晓范贤秘密最多的人 王庆年跟了范贤以后 待遇自然挺高了许多 他还创建了起年小组 挑选了很多心腹供范贤使用 邓紫月就是他挑选的第一人 王庆年不但上场跟踪 轻功无敌 为人还幽默搞笑 平时拍马 拍的范贤很是舒服 他属于范贤心腹中的心腹 范贤出使北旗接回盐冰云 王庆年就代替盐冰云驻守北旗 奈着思乡之情 思念之情 卖力地替范贤办事 长达两年之久 回京都之后 范贤让他执掌一处 而他却依然地选择跟在范贤的身边 王庆年也是世上除五竹弱弱之外知晓范贤秘密最多的人 比如 那个神秘的箱子 范贤连陈萍萍都没说过 却告诉了王庆年 比如 太子与长公主乱伦 范贤知道这件事之后 只告诉了王庆年 王庆年害怕地想 就算不是灭九族 可是自己知道了那件事 如果让宫里的人知道了 自己这个监察院双翼就算再能飞 只怕也是逃不过死路一条 范贤文和一笑 拍了拍他薛兽的肩膀说道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你是我最最信任的人 再说了我的事你都清楚 随便哪件都是掉脑袋的事 还怕多一件吗 王庆年忽然很后悔 从北齐回来之后 自己就应该按照小范大人和院长的意思 马上接手一触 而不是又回到了小范大人身边 重长企年小组 那样的话 自己一定看不到那个瞎了眼都不该看到的箱子 一定听不到那个聋了耳都不该听到的密文 三 想告知范贤 四大宗师会东山的结果 被陈萍萍软禁 大宗师这种怪物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太大了 比其因为有苦和 所以占家孤儿寡母依然是 稳坐皇位 东夷只是个城 因为有四顾剑 周边的国家从来不敢来聊拨 也没有人敢收服 庆帝隐忍了二十多年 策划了二十多年 才把几位大宗师引到东山 四大宗师会东山 因为庆帝的隐忍和红公公的舍身忘死 以及夜流云的返水导致苦和和四顾剑重伤 汪秦年低着头 在漫天的风雨之中 沿着密林向山下逃亡 登苦和的第一掌印圣红老太监胸口之前 这位见机极快的监察院官员便趁着众人不在意 偷偷地留下了山顶 他号称经察院双翼 当年是纵横东以北骑的江阳大道 做起这等偷鸡摸狗的动作 着实有几分犀利 汪秦年的心中 庆帝必死无遗 还没有等汪秦年从惊叹中苏醒过来 有一个蚂蚁身影 又一种很奇怪的姿势 半悬空一般地从山上飘了下来 汪秦年看着这一幕险些吐血 苦和大师这又是怎么了 法术 可看这老脱驴的脸怎么就像个僵尸一样呢 两位大宗师身受重伤 下身 他忽然明白了什么 在这一刻 他自作主张地下了一个决定 不再跟随祭天的队伍 而是用最快的速度 向着京都的方向奔去 他必须告诉范贤这个事情的真相 提供小贩大人可供参考的背景资料 才能够避免范贤在京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王起年是监察院官员 是皇帝陛下的臣子 但他最肯定的身份只有一个 他是范贤的亲信 他知道范贤太多事情 太多心思 他很害怕范贤会因为陛下的死亡 而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这个错误的决定就是范贤自立为王 不知为何 王起年猜到了皇帝陛下的心思 他十分惶恐 十分替范贤担心 十分替京都内地所有人担心 所以他用最快的速度 经历了无数的波折赶回京都 抢在金察院之前 抢在了长公主的眼线之前 怀揣着这个注定震惊天下的消息来到了成员 他是天底下第一个将这个消息传出来的人 然而 他终究没有将这个消息传出去 因为金察院那位老婆子很直接地将他绑了起来 堵住了他的嘴巴 没有给他任何传递消息出去的机会 十年可得邓紫月 百年难遇王起年 大东山一别之后 范贤王起年再次相见 却是几年后 四 即便没有人会知大东山知识 范贤也没有生出异养心思 因此得到了庆帝的绝对信任 大东山分别之后 庆年小组还在忠心耿耿地为范贤服务 每每看到那些可靠的部下却又无人诉说心事时 范贤都会很想念王起年 王起年离开之后 五竹书不在身边 范贤只能对母亲的话向说 沈婷婷被庆帝处死之后 范贤决定复仇 被庆帝打伤逃脱 王起年作为经营人把范贤接出庆国 送到那条通往神庙的路上 再在原地等候范贤的消息 终于 范贤带着五竹重新杀回来 打败了庆帝 付出成功 范贤隐居之后 王起年也功成名退 而且他赚足了足够的钱 和妻子女儿一起过上了快乐幸福的美好生活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